大家好 今天想讲一下孙中山的故事 这实际上是十多年以前 就是经济革命一百年的时候 当时我写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 一国国贼两党党父 今天就根据这篇文章 就讲一下孙中山的一些事 孙是一个处于历史盲点的人物 他是国民党的国父 也是共产党推陈的先行者 两党的主要的会议上 我们都会看到他的画像 就在新汉革命 在这一百年之际 我们看到无论是海峡两岸的国共 还是海外的侨界和民运团体 都在纪念 这位据说是推翻了地质的伟人 其实这是对历史的一个误读 结束满清地质的真正的工程 并不是孙中山 而是手握重兵 控制了北洋六镇的袁世凯 没有袁世凯的逼宫 和亲史的优待条例 亲史不可能和平退位 新洋革命之成功 不在于推翻了满清 中国历史上推翻的朝代多了 并没有特殊的意义 而在于他和平的结束了地质 这地质画了一个句号 191年的清朝的退位 是当时的中国一群政治家 袁世凯 孙中山 立宪派 和满清贵族 合作促成的一个经典的节奏 就堪称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就用一句毛泽东的话 他讲刘沪兰的话 叫生得伟大 死得光荣 在中国一个王朝 生得伟大不难 死得光荣的几乎没有 满清可以说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光荣退休的王朝 几年以前曾经跟一个朋友 有一个小的曾志 也是个玩笑 他描写中国现在的情况 他说是朝中 没有袁世凯江湖呢 就朝中不见袁世凯江湖 没有孙中山 意思呢 中国现在很难革命 因为没有领头的 没有野心家 那我说呢 你这个说法 看起来很精巧 实际上呢 并不符合中国的见识 就在我看来的中国现在 是朝中皆是袁世凯 江湖呢 无数孙中山 就朝中的时候 我们先不说 就看江湖 光是海外 什么几百人的民营圈 现在有十几个总统 主席就数不过来了 那么 从新汉革命来看呢 其实真正王毅的清朝 他不是在孙中山的打击下 是袁世凯的背叛 也就是说对于王朝来说呢 是孙中山不可怕 孙中山灭不了大清朝 怕的是出袁世凯 那遗憾的是 就失去了总统权位的孙中山呢 他开始的时候还是 确实跟袁世凯配合得很好 包括让威 在让威之后呢 他的心理呢严重失衡 他逐渐就退出了这个合作 就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孙中山是勤于破坏 拙于建设 就二次革命以来 二次革命是他发动的 就因为松脚人之死 后面我会专门谈到这一点 中国的战乱不断 可以说是等真正打了十几年 一直打到呢 蒋介石最后统一中国 统一以后 接着打呢 是另外的故事 就中原大战之类的 就中国战乱不断 民不聊生 其根源呢 无不与孙中山的革命 实践有关 孙中山曾经呢 回答一个日本友人的话 他说过 他说 日本友人问他 说你 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他说三件事 就革命 第一 女人 第二 第三呢 是读书 他说他生平的第一兴趣 是革命 现在我们就不妨按照这个顺序 来看一看他的人生的轨迹 就革命 从一个励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 到一个呢 为他目的不择手段的 冷血职业革命家 孙中山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 百年动乱的先河 是中国现代极权制度的始终俑者 革命是孙中山的最爱 也是呢 近代中国一系列悲剧的根源 我曾经多次呢 说过这一句话叫 权力使人腐化 而革命呢 使人堕落 权力使人腐化的故事里 人们讲的已经够多了 我就不想重复 而革命使人堕落呢 孙中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实际上不光是他 包括很多其他的人 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热血的 有理想的 在革命的过程中 心变黑了 血变冷了 就人民不值钱了 就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呢 就在血水里面 浸三变 盐水里面呢 祖三变 于是革命家诞生了 如果说权力腐化 那些当权者的话呢 革命通常就是 那些追求权力的落落 就这一规律 完全适应于孙中山 和他以后的那些 革命败物教的追随者 就为夺取最高权力 孙中山呢 不惜出卖国家权益 换取日本 德国 苏联的金钱 把中国的一次次 退入内战的血海 就心下革命之前 他最初呢 是接受日本政府的津贴 游走于英法美 政府之间 以东北新疆西藏 外某领土为条件 试图唤起列强的支持 没有成功 而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呢 他流亡日本 他主动以日本政府 签订了11条 就原件呢 是在日本档案里面 已经发现了 其实他就是 袁世凯签的21条的原本 日本呢 并没有跟孙中山 认真谈这个事 因为他觉得孙中山呢 卖的不是他自己的东西 他并不能控制中国 当时是袁世凯当国 所以他们把11条呢 加了几条 加了10条 变成21条了 直接去跟袁世凯谈了 就孙中山 跟日本的合作呢 他拿了不少钱 比如有一次呢 就是因为这个钱的分配不均 导致了同盟会的一次内讧 内讧的结果呢 是张太炎 和其他人呢 就退出了同盟会 其实同盟会是由新中会 和光复会两个组织 组成的 孙中山呢 是新中会 而张太炎呢 是光复会 光复会的力量 比孙中山的力量大得多 差不多占了80%的人 在他们合并的时候 而陶正章呢 是光复会的第二个人物 后来被孙中山的暗杀了 是蒋介石去执行的 所以这是孙中山做的一切事吧 然后在二次革命以后呢 也就是宋教人被杀以后 孙中山开始了二次革命 反援 当时是李德约军在虎口宣布起义 就重新宣布独立 很快就失败 大概一个月左右 那一九一七年呢 当时孙中山已经又流往海外了 他通过他的一个朋友 其实也是他的一个信徒吧 这个刘英的学生 曹亚伯从德国政府拿到了200万 德国的阴阳 就曹亚伯的一个后裔 也在美国留学 做一个好朋友 曾经我们谈过这道历史 这200万阴阳拿到之后呢 他在广州建立了一个政府 自称的是大总统 这个政府呢 因为那个当时已经在一战了 跟北京的政府 北洋政府不一样 那个约斯凯已经不在了 北洋政府呢 在一战中是支持英法的 是段祺瑞 对英法 对德国宣战 而孙中山这个政府呢 因为拿的是德国的钱 实际上呢 他是 向段祺瑞的政府宣战 结果这次呢又失败了 段祺瑞压报压对了 孙中山的压错了 这又是他的一大堵 而六年之后 1923年 孙中山最后一堵 他和苏联的大使就岳飞 签订了岳飞 孙文宣言 这个宣言呢 是放弃了中国对外蒙和中东路的权益 而就唤起了呢 苏联呢 三千万卢布的支持 这才以后有了黄埔的建军 和以后的北法 岳飞到中国来 其实最早的时候 他找的并不是东西 他找的是什么 是中国当时最有力量的 一个军阀叫吴佩福 那吴佩福呢 不愿意跟俗俄合作 所以吴佩福是个民族主义者 他一生呢 有几就不辣切 不禁租借 不借洋款 所以没谈成 没谈成以后呢 岳飞又找到了 另外一个 也算是军阀 但是当时也是孙中山的一个朋友吧 就陈炯明 那次是南方 他是最有影响的 最有力量的一个军阀 也是想跟他谈 就支持他来统一中国 当然也要唤起一些权益了 没想到陈炯明的兴趣呢 也不是 苏俄想着要统一中国 而是联审自治 所以也没有谈成 最后 推而求其次才找到了孙中山 所以说他等于是岳飞找的第三个人物 但他跟岳飞是一派几层 于是以后我们看到的故事呢 就是苏俄的前进来了 苏俄的武器 包括苏俄的军队 军官吧 作为一些教官和一些顾问 而中国呢 对外蒙的权益 基本就放弃了 所以在 苏俄去世以后很多年 就在抗战时期 应该是4142年的时候呢 当时日本和苏联 就签订了一个日苏友好条约 所以条约的基础就是 这两个国家 瓜分了中国的两块土地 日本承认苏联在蒙古国的权益 而苏联承认日本的 在满洲国的权益 这个开始的 都是因为孙中山的 和岳飞签的宣言 就正如梁启超所说 就孙文晚年 已经成为一个苏俄的傀儡 没有4号的自由 这梁启超的家书 27年5月5号的 就值得注意的是呢 苏俄花费了巨款 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并非是希望中国进步 用微信司机 也就是最早到中国来 帮助中国建党的 中共建党的那个人 他在日记中的原话说什么 说苏联的目的呢 就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 发生冲突 要采取一切手段 来加剧这种冲突 这就是苏联所希望 就同样呢 日本支持孙中山 也并非是他真正的朋友 把他当做 比如说 孙中山最好的一个日本朋友 全养义呢 就曾经说过 说彼等 他指的是孙中山 黄欣这些人 彼等虽是一批废物 但是呢 现在呢 对我们有用 所以应以重金购置之 就把他买下来 就放了 就毒死人都知道 百年以前的中国是 国脉如丝 列强还事 瓜分破在眉睫 王国呢 围在耐心 正在这种情况下 就孙中山呢 用现在的话说吧 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 就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 旨在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 就切而不舍努力卖国 及数十年之努力呢 终于成功 最开始呢 卖个阴法 别人没有收 因为他没有那个实力 后来卖给日本 得到了一些钱 最后卖给苏俄 在孙中山的 最喜欢的一件事叫革命 第二呢 女人 就孙中山的确很爱女人 而且是博爱 他一生爱过的女人 恐怕已经很难考证出来多少 但是至少有名位的 有名有姓的 有七个 他们就是他的原配 就卢木真 然后他的革命战友 陈翠芳 宋庆龄 宋爱玲 宋爱玲在宋庆龄之前 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跟孙中山其实 同居过一段时间 在以后呢 还有几个日本人 就梅子 潜天春和大月勋 大月勋实际上是他在日本房东的女儿 当时只有44岁 孙中山就提出要跟他结婚 以后他们还有一个小孩 英雄爱美女呢 这本来是无可非议 路德德国宗教改革的 曾经说过一句话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爱诗歌 美酒和女人 他就终身是个大傻瓜 就美女爱英雄呢 也是人之常情吧 尤其对那些有国母情节的女人呢 大概更是如此 就问题在于呢 国父也好 国母也罢 都应该遵守人类的基本的文章 人家已经有七十了 就不应该取而代之 朋友的女儿呢 尚未成年 而自己又据人家家中收集恩惠 就不应该呢 强求新欢 就更不应该呢 对其博爱的后果呢 不负责任 就第三是读书 在书中山 说他最喜欢的第三件事 其实没有证据表明啊 孙是一个好学生 他的三民主义 是对林肯的 一个拙劣的一个抄袭 就林肯的明智明有明侠 而他的伦谋滥记呢 那更是如果大家读过的话呢 毫无文采 纯属政治的一个三情之作 他真正的一篇好文章 实际上是1894年 写的一篇上李鸿章书 那个时候孙中山呢 还在想走体制内的道路 并没想起革命 推翻清朝政权 可惜呢 当时李中堂的老眼红化 就不是英雄 没有采取他的建议 也没见他 最后结果呢 是大清少的一个忠诚 中国呢 多了一次劫难 孙三一生与博士聚集 人们谈到他也是孙博士 他其实呢 并无博士学位 就国民党正史 包括现在共产党的 提到他 都是说呢 他是天职聪明 成绩优异 如何如何 考试呢 在班上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这的确是事实 但同样的事实是呢 孙他所就读的 香港西医学院 是一所没有注册 不是我港英政府 承认的业绩大学 就他那一年级呢 一共只有两名学生 有孙中山 是一个 另外一个叫江英华 所以他怎么考至少也是第二 再讲呢 就是孙中山的 他的政治遗产 就孙中山其实对中国的最大的伤害 不是他的卖国 也不是他的贾博士 更不是他的对女人的博爱 这些都无伤大雅 去做那些事的 很多其他人也在做 包括卖国 他真正对中国最大的伤害 是他呢 在他的革命历程中 跟他四个朋友的关系 最后跟四个朋友决裂 所造成的结果 这四个朋友是谁呢 分别是张太炎 宗教人 黄兴和陈炯明 这四个人 他分别是跟他们怎么决裂的呢 第一个 1909年 张太炎因为反对孙中山 在同盟会里面一些专制的做法 包括账目不清 和孙中山炒翻了 退出了同盟会 就重建光复会 我前面讲过 光复会实际上是同盟会的主要的力量 占80%的人 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像秋吉 包括像鲁迅这些 曾经都是光复会的人 就孙呢 就骂张太炎 是满清的特务 就像现在民运喜欢抓特务一样的 现在我们如果看到呢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之争 一般呢有个很清楚的脉络 就左派呢一定是拥毛的 反邓的 反过来呢 右派呢一定是拥邓的反毛的 还有呢就左派呢喜欢抓汉奸 如果别人骂你是汉奸的话 这个多半是左派 右派呢喜欢抓特务 那个时候呢孙中山也是呢 就开始到特务 就说张太炎 陶成章这些是满清的暗叹 如何 最后呢 在新洋革命之后 还指使蒋介石 暗杀了张太炎的好友 光复会的二号人物陶成章 这是他跟第一个朋友的决裂 第二个呢是1912年 孙和热忠一议会政治 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决裂 当时呢宋教仁组织了国民党 和梁启超组织了进步党 进行议会斗争 就当时的报刊记载 为了争夺领导权 孙和宋的关系极其恶劣 形同水火 就国民党真正的创始人 实际上不如孙中山 是宋教仁 就建议孙俄的历史恩怨 和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的领袖地位 就有理由相信宋案的祖谋 后面会专门谈到 不是袁世凯 就更不是赵炳君了 而是孙中山和谁呢 和他最好的一个朋友 最后也被暗杀的那个 陈其美 就1913年 宋教仁被杀以后 就被辞职后 黄兴在他第三个朋友 跟他分道扬镳的 是立足法力解决宋案 而孙呢 一意孤行 要发动二次革命 黄兴被迫同意了孙中山 作为二次革命的军事指挥 而失败之后呢 他也指责黄兴无能 黄兴确实是还不怎么能打仗 几乎没赢过 就强行组建了中华革命党 就要求入党者呢 向他个人宣誓效忠 还要按止磨 而黄兴这些 他的老朋友呢 当然不愿意做这种事 于是呢 就援走美国 这他第三个朋友 最后一个呢 就是1922年 我刚刚谈到的 孙中山和岳飞签署宣言以后呢 跟主张联省自治的广东的实力派军人 也是黄河港起义的 赶死队队长陈炯明决裂了 以后就有了所谓的广州事件 他们俩开始呢 就兵容相见 就分歧的焦点实际上很简单 就孙是主张统一中国 就不惜以外蒙中东陆啊 和以其他的权益 来交换呢 俄罗斯的 就苏联的支持 而陈炯明呢 是跟当时的 大多数的军阀一样 包括延锡山 吴佩孚 是主张呢 建设地方 联省自治 反对呢 苏联建兵外蒙 拒绝在 说 苏俄在中国的傀儡 这他们的矛盾的焦点 就中上手术啊 我们可以看到 孙中山和他的四位朋友的决裂呢 就分别毒死了四条 可能使中国走 出政治丛令的道路 也就是走出 周期立的道路 就无论是张太炎的自由主义 还是宋教人的议会道路 或者是黄新的呢 法治 最后哪怕是陈炯明的联邦制 都有可能把中国带出黑暗 但他们呢 都败于孙中山的革命 就历史证明啊 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呢 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就孙中山的胜利 是中国的失败 不是没有好人 也不是没有好路 但好人呢 总是失败 好路呢 总是走不通 这革命啊 似乎就是中国的一个结束 中国是在劫难逃 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就党国体制 是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蒋介石呢 继承了这个遗产 在他之后 毛泽东呢 也没有改变这个遗产 就不同的 只是中华民国 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国民党呢 变成了中国共产党 三民主义 变成共产主义 为争夺这一遗产 国共两党进行22年的苏使搏斗 我建议孙中山的以上的卖国记录 和国共两党对其的尊崇 一国国贼两党党父 应该是他当之无愧的称号 那下面呢 我就想讲 孙中山做的两件具体的事 就是他和宋教人的决裂 到底谁杀了宋教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时一个著名的暴人 叫黄远生 到底谁杀了黄远生 就从这两件事呢 可以看出孙中山 为了实现他的目的 就不择手段 到了什么地步 第一件事呢 先讲黄远生 因为这是一个已经定案了 宋教人可以说 还不是完全定案 黄远生是什么人呢 他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记者 可以说是名满海内外 在1915年 袁世凯称帝的前夕 他知道黄远生的影响 他就想把他能 罗列在他的门下 就请黄远生担任 御庸的上海亚西亚包的总编 同时向黄的表示 就如果能为自己撰写 赞成弟子的文章 将筹谢了十万大洋 并给了他一个部长的位置 就黄远生的开始呢 想推 但是面对袁世凯的压力呢 他只能写了一篇 似是而非的一篇文章来唐筛 但袁呢 极不满意 就派人呢 让他重写 就这个时候呢 袁世凯要当皇帝的野心 已经昭然越洁了 黄呢 选择不合作 于是呢 15年的9月 他逃跑了 就踏上了逃亡之路 跑到上海去了 在到上海之前 他在申报呢 刊登了一个反对地质的启示 当时其实很多人都反对地质 就明确表示了 此次筹安会啊 这变更国体之论 十难赞同 到上海之后呢 他又在他好朋友的帮助下呢 就逃往美国 所以一般认为呢 黄远生在美国被暗杀 那肯定是袁世凯做的事 因为袁世凯叫他写文章嘛 他不写 因为公开的呢 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逃到美国以后不久 也就两个月左右吧 就12月15年 他在美国唐人街 就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个餐馆里面呢 被别人从背后呢 连开两枪 就凶手一之为祸 究竟谁下的毒手呢 多年来呢 是众手奋约 最初是两种说法 一种呢 是说袁世凯干的 因为派人呢 跟踪到九金山 把他暗杀了 另一种说法呢 是中华革命党 就美洲的总部 误认为黄远生呢 是袁世凯的死党 因为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支持袁世凯 而误杀的 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呢 说法更不一致 有的人呢 比如说认为他是被 是一个爱国华侨 然后当做地质渔猎 被杀 有的这记载呢 就是是袁党 一手操作的 那他到底是谁杀的呢 就1984年 就他的儿子黄熙群 在写追忆先附黄远生的时候呢 还是不清楚 他写到呢 他说我父亲究竟谁杀的 这竟是个疑案 我个人的看法呢 无论他是袁世凯派呢 刺客之手 还是在美洲的国民党人的误杀 总之 不幸的根本原因 离不开袁世凯成帝 这个关键问题 他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之手的 那就怪那帮人呢 没有弄清事实 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骨手 平白无故的呢 杀了一个好人 一个有良性的亲戚人 是他儿子在84年 两年之后呢 真相打败了 刺杀黄远生的人是谁呢 是国民党 做过国民党政府主席的林生 刺杀的命令呢 直接来自于孙中山 是86年是刺杀他的凶手 叫刘北海 他临死之前呢 他讲了真相 就他执行的刺杀 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的命令 林生直接指挥 孙中山呢 受盈 为什么要杀呢 不是因为 他写过文章支持袁世凯 而是因为呢 他作为一个记者 就谁干的缺德事 他都不放过 所以他跟元党没有任何关系 是他对孙中山的批评 就黄远生的报道呢 他不仅就批评了袁世凯 那前面都大家都知道 他对孙中山的革命党的活动呢 是冷嘲热讽 比如说揭露孙大胖的出卖国家利益 就我前面讲过那些 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 图谋 曾经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长 和清华研究院导师的林志军先生 曾经指出 所以黄远生论事论人 不存成见 不分党派 既起论去共和党 也并不因为呢 他熟人很多 气味较劲 丝毫不会偏袒任何一个党 就这种不曾 偏见公平论 政的气度呢 很可佩服 但也是他自私的原因 所以他的孙中山的那些批评 尤其是对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资金的来源的揭露呢 妨碍了孙中山的计划 孙大为不满 所以最后呢 面临杨森 暗杀了他 还让袁世凯呢 替他背了70年的黑锅 黄远生可以说是中国人 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 他有担当 无党派 正因为如此呢 30岁的黄远生 倒在了孙中山的墙口之下 但他的思想和实践 并没有随他的生命终结 在后来的自由主义暴人的眼里 眼里呢 黄永远是一面耀眼的旗帜 就无论对错得失 在历史上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分量和高度 那下面呢 再讲一个人 就是宋教人是谁杀的 就与其说 宋教人的这个案子 可以说他的关键人物呢 是一个叫应贵心的人 应贵心到底是谁的人 就搞清了这个问题呢 也就搞清了宋案的真相 当宋教人是在13年的2月21号 在上海火车站被杀的 具体涉案的呢 有这么几个人 杀他的人呢 是一个叫武士英的 这是一个退伍军人 当时在街头流浪 没有任何工作 于是呢 一个叫应贵心的人 找到他 答应给他多少钱 大概是一千大洋吧 给他一张照片 那就是宋教人的照片 让他去杀 那应贵心又是谁呢 他当时是可以说是上海的 警察局的一个负责人 跟他联系的是洪述组 洪述组是北京政府 那个时候呢 赵炳君是总理 他等于是总理办公室的一个 一个主任一样这样人物 洪述组呢 跟他有电报的来往 赵炳君呢 跟他有过一封电报来往 就是讲到呢 就是怎么 造谣吧 或者就是抹黑宋教人 因为宋教人当时在 国民党里面的 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 又赢得了议会的多数 就非常可能呢 他会取代赵炳君 成为新的总理 所以杀人的是吴士英 指使人呢是应贵心 应贵心后面呢 有赵炳君 那应贵心到过一次北京 见过一次袁世凯 就袁世凯对他也很欣赏 那就是这么几个人 那到底他是谁的人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如果弄清了这个问题 就不难弄清 谁杀了宋教人 就应贵心这个人 就与其说他是袁世凯的刺客 就不如说呢 他是孙中山的马仔 因为他和袁世凯 只有一面之交 和他通电报的红素组呢 跟他也就认识了 已经大概三四个月 但他和孙中山的关系呢 就是多少年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呢 应贵心的组织呢 是红素组 其实呢 他的真正的主人是陈其美 他和陈其美是非常长的关系 他帮过陈其美 在关键时候陈其美也帮过他 他们俩可以说是铁哥们儿 而陈其美呢又是 孙中山的可以说是 左膀右臂吧 最后陈其美的两个侄儿呢 先后成为就蒋介石的 国民党的掌门人 所谓的蒋家的军队 陈家的党 陈果夫陈立夫 陈其美呢 和他 非常多的联系 就由陈其美介绍 在孙中山做大总统的时候呢 他曾经做过 孙中山的卫队队长 包括呢 就是办公厅主任 所以应贵心和孙的关系 远远近于他和袁的关系 袁就是一面之交 袁比较欣赏他 而这几个人呢 五十英也好 应贵心也好 红树族也好 最后都死于非命 直接就是刺杀的那凶手 五十英呢 是在公审的前一天 突然暴病死在监狱里面 而应贵心呢 也被抓在监狱里面 但是呢 好吃好喝 还可以抽鸦片 最后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呢 他居然又逃出了监狱 其实当时的上海监狱 并不是袁世凯控制的 上海呢 实际上是陈其美 是国民党控制的地区 也就是说呢 在二次革命的时候呢 像上海南部一些省 实际上是孙中山的地方 或者像南京 所以应贵心在监狱里面呢 受到非常好的待遇 还可以抽鸦片 最后呢 也很容易的就逃出去了 但他们最后都死于非命 五十英是暴病死了 应贵心是什么呢 他是1914年呢 他逃出来了 从监狱里面 去了天津 在天津的铁路上面 在客车中间呢 被刺杀 这到底谁刺杀的 他现在也不清楚 而洪树祖呢 活得更长一点 活到1917年 那个时候他是化名到了上海 结果被宋教人的长子呢 发现了 把他扭送到上海法院 后来呢 转接北京 就以杀人罪 以19年被判处绞刑 因为当时无论是孙中山也好 还是袁世凯也好 都指责对方是杀宋教人的元凶 那袁世凯在19年已经不在了 但是北洋呢 还是认为就孙中山杀的 而孙中山呢 当然认为呢 就袁世凯 北洋政府杀的 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公案 但是你从谁近谁远 这一点看的话 孙中山恐怕嫌疑更大 而且他和松脚人的关系呢 是一种内斗的关系 就袁世凯从历史上 他并没有什么暗杀的政绩 其实他要杀他直接就杀了 比如说他杀张政武 就新洋革命打响第一枪的 他不是暗杀 直接枪毙了 所以说还有人说呢 袁世凯杀了赵敏军 就是灭口 其实呢赵敏军并不是被杀掉 他就是心脏病死的 他是罢免了赵敏军的职务 因为当时争论很大 对他呢还是 关系不错 就在14年初呢 还任命他为殖民总督 然后呢 就职不到半个月呢 就在他家里面就暴死了 当时呢 因为他死得蹊跷 所以报纸啊 舆论就声称他是被袁世凯毒死的 实际上毒死你何必要等到一年以后呢 最后呢 是赵敏正他的孙子是赵春佑 在1998年 他写过一个东西 他陈述了 他说赵 实际上 他爷爷呢 是死于老医学 跟袁世凯 包括跟孙中山都没有什么关系 就毒杀这一说呢 纯粹就是暴戒的捕风捉影 就目的呢 无非也就是离间一下北洋集团 对孙中山呢 当然有其他的意义 就武昌起义之后 革命党呢 在上海起司得手 南方基本上是革命党的地盘 就陈其美呢 是抢到了上海 就总督的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他立刻就委任谁呢 就是我说的这个硬贵新啊 作为他的谍报科长 把他推荐给孙中山 还做了几天孙的 就是侍卫长 和他的秘书长 就给他管钱 管内务 那一二年的六月呢 就因 又筹划呢 将青帮红帮 以及就是歌老会这些 联合组成一个叫 中华国民共军会 得到了 孙中山和陈其美的权力支持 就靠他们的支持呢 英国兴成为这个 共军会的会长 所以他呢 又把跟他竞争的很多人 陈其美又杀掉了 我们也知道陈其美呢 又主持杀掉了 就跟 孙中山争论的最凶的那个就是张太炎 也就是说在南方最有势力的光复会的 二号人物 就陈成章 所以从暗杀这一点讲 国民党很有这个历史 而袁世凯基本上没有这种劣迹 所以到了12年的年底 英贵新当时是以中华国民共军会的会长的名义 这个会长的名义 实际上是他从蒋介石合作的很好 又跟孙中山有那种关系 加上陈其美对他的支持 他就得到了这么一个地位 以这个名义身份呢 到北京见了袁世凯 那见了袁世凯以后呢 这个人手术两端 他又抱怨了同盟会呢 是合并成国民党之后 长期将他们的青红帮这一份子 自治老后 只顾自己做官等等 所以袁也觉得他有用 所以就让红宿主赵敏军跟他们保持关系 就他还把赵敏军拉入了国民党 所以回到上海以后呢 他一下就变成了有两重身份了 又是在国民党中间很有地位 跟袁世凯呢 又有那种特殊的关系 所以姚生一变就成为了江苏住户的巡察长 有点像那种警察局长吧 结果在宋案发生之后呢 国民党跟他彻底撇清关系 说他就是袁世凯这个走狗 所以到底真相如何 恐怕到现在呢 又无法说清楚 就总之呢 这个人呢 那就应归心就是上海人所说的路路通 就哪一头他都有 手眼通天 赵敏军红素主看上他 袁世凯呢 用他 无非是想利用他和国民党的渊源 让他呢 做个奸细 而从他后面的举止看呢 这个人更像是个两面间谍 他和革命党人的关系之深 远远超过他和北洋 就仅仅三个月的短暂的勾结 就据说呢 孙东山在离开上海之前 就去日本之前 还特地嘱咐过 应归心要照顾 宋的安全 而宋在被刺杀的前一个星期 他的好朋友呢 还说你要当心 就是 似乎有人要杀你 宋教人不相信 他说谁能杀得了我 其实这些警告他的人 都是国民党的人 我想他们并不清楚 就算是袁世凯真有暗杀他的企图 他们不会知道袁世凯的计划 但他们很知道孙东山的计划 他们很知道 应归心是什么样的人 也知道陈其美 陈其美就是个暗杀大王 杀了很多很多人 他最后自己也被暗杀 那是16年的故事了 所以应归心就算一个 是两面都在用的人 所以最后呢 就讲一个事情 就是在审判应归心的时候呢 当时也给北京政府呢 送了一个一个船票 就是要让赵炳军来出席 因为他涉嫌呢 是跟他跟红树组 是他的下属 而红树组呢 又跟应归心有几封的信函 他跟应归心呢 有过一次信函 实际上就是你把你关于孙东山 黄兴他们的那些劣迹的东西啊 包括宋教人 给我送过来 因为他说他能在日本买到一些 他们的一些黑材料吧 所以当时就对赵炳军呢 就就发了那个船票 赵炳军呢 当然说是有身体问题啊 什么他就不能到上海来受审 但在赵炳军的那个自变中间 就通电这边呢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陈都督等所送的全案证据中 又有字印的公函 称了近往 就是同福禄黄克强处 存公债六十万 然后昨日呢 拨去二万 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呢 他就说他是苏信 他说我跟 定归星确实有过一次的苏信的往来 而你们呢 就黄兴 跟他有 银钱的往来 而且是很大一笔钱 五十万 说苏信往来与银钱往来 苏亲苏众 彼此居立于嫌疑地位 就是我们都有嫌疑地位 所以说 而且把这笔钱呢 用来三货呢 就是许晚的军队 就这个钱实际上是用在一些 策反军队上用了 时事内乱 彼此秉均 岂不由多重 多了一重罪案 苏信苏众 一个呢 是有过一封的苏韩往来 认识三个月 一个呢 是认识了十几年 有几十万的金钱的往来 这到底 硬归心是谁的人 我想大家呢 从这个地方可以得出一个 自己的结论 行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请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